阿摩你過來一下 奇怪怎麼已經自動鎖定了 奇怪為什麼我剛剛不行 不可以 大家會不會覺得每次當我們要離開電腦的時候都要特別登出會很麻煩 但當我今天離開電腦沒有登出的話又會擔心隱私外洩的問題 這就跟剛剛小劇場一模一樣 LG Gram 特別注重使用者的隱私 所以他們推出了四大隱私功能 第一個功能叫做離開偵測 就當我們今天離開電腦的時候 電腦它會自動偵測幫您鎖定螢幕 第二點叫做智慧螢幕 智慧螢幕的意思就是 當我們今天眼神離開了螢幕的視線的時候 它會將螢幕顯示成模糊狀態 第三點是隱私警示 就當我們今天在使用電腦的時候 有其他人的眼神看我們的螢幕時 它就會跳出警示提醒你 第四點叫做隱私防護 也就是我們在使用電腦的時候 旁邊有人在看螢幕 它也會把螢幕改成模糊的狀態 所以因為LG有了這四大隱私功能 保證讓大家在使用電腦上面的時候 資安非常擔心 另外我們剛剛在小劇場看到 Moji它可以輕鬆的就把這台電腦 拿起來人就走掉了 那是因為LG Gram 輕盈隨行 極致輕薄的筆電 它還有一個非常大的亮點 它曾經獲得了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是一台最輕薄的筆電 LG Gram 有一個16吋的筆電 這台筆電16吋只有1199克 白色這台17吋也只有1350克 如果你問我1199克有多重的話 我用一個比較接地氣的說法來跟大家分享 1199克就是陽樂多乘以兩排 這個重量真的是讓我非常驚豔 除了主機本體它的重量讓我驚豔之外 這次LG Gram 它所搭配的充電器 這麼小 你們說它像不像一台手機的充電器呢? LG Gram 輕盈隨行極致輕薄的筆電 更是搭載了最新的第13代 Intel 處理器 而且它擁有 Intel EVO 的認證 大家還記得 Intel EVO 認證是什麼嗎? 沒關係如果忘記的話 在這邊快速的幫大家簡單複習一下 要拿到 Intel EVO 認證的筆記型電腦呢 獲得這張貼紙 必須要通過以下五大條件 第一個就是筆電充飽電之後 續航力必須要超過九個小時 快充的部分充電三十分鐘 可以獲得四小時的使用時間 第三個就是擁有一秒鐘喚醒的功能 第四個就是在筆電的各方面效能 都必須要平衡一致 第五點就是它必須支援 Soundable 4 以及最新的 Wi-Fi 6 聽到這邊有沒有覺得很心動啊? 別急別急 這台 LG Grand 的輕薄筆電呢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重點 我還沒介紹到 剛剛不是說了嗎? 它裡面搭載的是最新 Intel 第十三代的處理器 而 Intel 在第十三代的處理器當中呢 還開放了生態跨裝置無縫技術 稱之為 Intel Unison 提供 iOS 以及 Android 系統與 PC 之間的無縫使用 不管我們今天是要傳檔案、文字訊息 還是接聽電話 都可以跨平台、跨裝置連接使用 好的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兩台筆電的規格吧 LG Gram 輕盈隨行、極致輕薄筆電 搭載第十三代 Intel Core 處理器 通過 Intel Evo 平台驗證 以及搭配 Intel Iris Xe 顯示晶片 LPDDR5 的 RAM 記憶體 NV-ME Gen 4 的 SSD 固態硬碟 LG Gram 輕盈隨行、極致輕薄筆電 有 16 以及 17 吋的大小 皆為 16 比 10 IPS 螢幕 而且有兩色、冰雪白跟鑰匙黑可以選擇 Iofood 的部分則有兩個 Soundable 4 兩個 USB 3.2 Gen 2 一個 HDMI 一個耳機孔 Micro SD 卡槽 即使是輕薄的機身 該給的 LG 都給到滿 80瓦時的電池 長達 17.5 小時的使用時間 如果搭配 LG 的 Gram 加 View 可稀釋螢幕 瞬間就能再變身成雙螢幕的工作站 提供工作的效率 更有氣象軍規認證以及人臉辨識解鎖 在使用上的安全更是不用擔心 這次 Intel 推出來的 13 代處理器 全系列的提升 連同記憶體都一路往上推升 讓我開箱完之後都忍不住 也想把自己的電腦往上提升一個檔次 有高效能又有絕佳的隱私保護 這台 LG 的極致輕薄筆電 你不來試試看就真的太可惜了 這兩台電腦我們相關的連結都會擺在底下的資訊欄 喜歡氣氓的朋友就趕快去逛逛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IG 也要趕快追蹤起來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